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有喜 我是相亲谈判员舒汉 今天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女嘉宾 我们的女嘉宾是一位小女生 因为她年纪真的非常小 那么我跟她的交流的过程当中 得知她之前只有一段情感经历 聊到的时候其实给我的感觉 是对上一段感情觉得毫不在意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个样子 心态感觉非常的好 对于自己的生活 好像也是没有其他更多的 硬性的一些要求和追求 但是细细地跟她了解之后 我发现其实这个女孩 只是外表给人一种不在乎的感觉 其实她的内心是非常有标准的 有自己要求的 那么这个小女生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叫周伟宜 今年21岁 身高165 现在正在一家公司组会计 还在实习阶段 工资大概在1到2千左右 本期交友女嘉宾周伟一 年龄21岁 身高1米60 职业实习会计 月收入1千至2千元 婚姻状况未婚 大概在刚上大学的时候 谈了一段恋爱 但是在后面的接触当中 就发现彼此不是很合适 就觉得没得必要就分了 我平时就喜欢唱歌 然后还有就是打一下游戏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开朗 比较在生活的一个人嘛 我希望就是找到一个比较上景 然后比较有担当 有这些人心里 平时也跟我一样 比较喜欢打游戏 然后喜欢生活的 能够带到我一起进步的 羊毛嘛普通的就差不多了 身高大概在175就可以了 女嘉宾则偶要求 一 有上进心 有担当 有责任心 二 喜欢打游戏 热爱生活 带着自己进步 三 身高1米75 长相中等 好了 来 首先欢迎三位美女 来到我们凡人游戏 先请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哈喽 我先问问两位好朋友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男生 是合适的 跟他匹配的 两位都可以发表一下 你们的想法 我觉得我朋友是一个 比较心思细腻 然后就是在关系处理当中 会比较粘人 然后我希望能找一个 就是比较细细 然后能关注朋友 就是情绪的一个这样的 你在旁边点头 是赞同他的说法是吗 你呢 我觉得我的朋友 他平常挺乐观 很开朗的 而且比较努力 我觉得他应该可能会找一个 想和他一起努力 比较上级的人吧 赞同吗 赞同 也赞同 所以其实优点多多的一个女孩子 是吧 那你们吐槽一下 他有哪些不好的有没有 给你们机会啊 今天 比如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容易比较着急 这种 还是有点不淡定 急性子 对 你呢 在一些事情上 可能自己受委屈了 就会憋着 不会和我们分享 哦 喜欢自己什么都藏在心里 不愿意让朋友来帮你分担 是这样的吗 差不多吧 那么你在情感当中 也是这样的性格来处理吗 自己隐忍 但是呢 遇到你不开心的事情 也会很急躁地去发火 嗯 差不多吧 但是也不全是吧 如果 如果真的发生了矛盾 还是会去 努力去解决的 嗯 那可以跟我们说说 之前其实也就一段 情感经历 是吧 嗯 那能分享一下 当时的那一段情感经历 自己觉得 自己身上 有没有哪些问题 嗯 有 就是 当时觉得两个人相处起来 挺尴尬的 就没想着去 嗯 解决这个事情嘛 就想着尴尬就 避免 尽量避免不见面这种 然后后来就觉得 没什么意思 就 我 还是 比较果断的一个女孩子 哈 知道这样的情感走下去 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收获 是吧 那么在 这个 未来的 两人关系当中 哈 你最看重哪一点 大家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能够陪我一起做一些 嗯 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事情嘛 嗯 比如 就比如打打游戏 然后有时候出去玩一玩 对 来最后我们加一下油 我就带你们去见男嘉宾了 来 男嘉宾已经在树下等我们了 从这个身高来判断怎么样 觉得 合适吗 看起来还是挺合适的 合适啊 对 现在能看清楚脸吗 觉得怎么样 快告诉 嗯 比较 看起来比较干净 嗯 这是你想 那种想象的类型吗 嗯 差不多吧 就是圆圆简单的第一面的时候 感觉 比较 干净 离落 然后是一个 干干净净的男孩子嘛 搭分 八点五嘛 我们几位女生在那边啊 边走边聊 边走边聊 知道我们在聊什么吗 不知道 猜想一下 啊 在聊 这个男的怎么样 肯定是关于你的话题啊 对不对啊 今天啊 难度有点大 不仅仅是女嘉宾过来了 同时还有亲友团 是三位女生 不光是要得到女嘉宾的认可 还有他朋友的认可 表现难度很大哦 有没有压力 有 有 那这样吧 我们先彼此认识一下 放松放松 好不好 来 你好 我叫李正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我叫周维一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叫李正 今年二十三岁 然后升高次移民起步 现在主的子也是婚礼主持人 然后月收入是在八千到一晚 本期交友男嘉宾李正 年龄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七五 职业婚礼主持人 月收入八千至一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自己的一个情感经历是在小院时候 哪个时候看见别人想刷 然后自己也想刷 所以说 真正在社会上来了过后 没有啥这特别重要的情感经历 我的兴趣爱好是平时喜欢打篮球 买四这次看着书 然后是在一个人待累的时候会打游戏 对于自己最大的优点 我认为是温柔 然后比较提醒女生 我的最要求是希望女嘉宾身高是在一米六届 然后平常生活中会打游戏 最好是能够热爱生活 男嘉宾则我要求 一 身高一米六零以上 二 会打游戏 热爱生活 我记得你之前来过凡人游戏 而且那一次是牵手成功了 为什么今天又来呢 因为上一次那个女孩的主动 还有她的热情打动了我 然后再加上她会做饭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好 然后后面相处久了过后 发现自己两个人玩得不是很冷 就是没有共同的话题 然后时间长了过后 两个人都觉得不是很合适 然后就分开了 你们私底下相处了 就是再次接触了多长时间大概 一个月多一点点吧 差不多就觉得不合适了 主要是因为我工作原因到处跑 然后也没时间陪她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工作也特别忙 然后两个人玩不到一块 然后也没有共同的话题就分开了 那感觉那一次牵手有点牵强啊 你考虑的不太成熟 没有啊 我觉得当时就想着 就是多交一个朋友 然后因为真正两个人在一起 还是要通过私下的沟通交流 看看对方到底合不合适 玩不玩得到一起 你刚跟我讲合不合适 玩不玩得到一起 但之前哈 之前你判断这个人合不合适 你要不要跟他相处的理由 竟然是做饭 这个占多大的比例 在今天你会成为你考虑的重点吗 当时觉得女嘉宾会做饭 然后因为自己也会做 然后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嘛 然后当时觉得女嘉宾主要是特别的主动 然后在今天呢 我觉得做饭其实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我自己也会做 所以说更看重的是 能不能玩到一起 然后热不着爱生活 爱不爱运动 那如果说今天能够玩到一起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你会主动吗 会啊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看到女孩子的外表很漂亮 或者说那个 她今天就是很会打游戏 这些特质 你会主动吗 会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首先就是得有共同话题 要能玩到一起 才能发展成下一步嘛 两位嘉宾都在意能不能玩到一起 那兴趣爱好相同的两人 今天能否互生好感呢 闲聊了这么多 也是想让你们可以放松下来 当然今天男嘉宾选的这个地儿 你接着安排看接下来怎么样 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 现在外面很热 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坐着聊 好 你们看你们喜欢喝点什么 我们去看看 你们喜欢喝什么 都行 其实他们也没有跟你客气 我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 首先在外表上面的话 我打八分 但是我觉得她肯定有自己的优点 我觉得她特别的开朗大方 然后整个人也会很温柔 根据男女嘉宾的兴趣爱好 第一印象 两人匹配指数高达90% 那接下来的聊天 女嘉宾的闺蜜们 会给男嘉宾出怎样的难题呢 你平时这么多时候都选干啥 跟朋友去刷吗 还是过来安排吗 有时候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刷 有时候是在家里面 打开游戏 看看电视 把你出去刷的话 刚才我就是听说你会唱歌 你唱歌的话是很专业的那种吗 不是不是都平时扩论前 KTV唱一下那种之类的 那你平常周末这些喜欢做什么呢 我平时周末的话 现在都是比较喜欢运动 然后看看书 那你运动是写健身方案 还是都跑跑步那种之类的 没有很多运动我都设计 比如像打篮球 化学 各种各样的我都会设计的 但是我并不是单方面的 就是专业一项运动 我觉得如果英雄 每一项运动都涉及到的话 就是对自己身体也很有意义 如果你们在一起之后 发生了矛盾 那你就是会怎么处理呢 就是会比较就是能抱你 还是就是当下就把这个事情解决 其实发生了矛盾 肯定是其中有一方有错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错的话 看严不严重 就是首先是 当时吵了的时候 两个人都在起头上 肯定也不可能冷静下来说 肯定是现在都等 双方滚打一会儿冷静下来了 然后但是我会主动地去捧他 会去成为我的错误 但是毕竟两个人 真的吵了肯定两个人 多多少少都对着错误 只是说哪个打哪个小而已 就是会多包容 对 会多包容一些 就是我朋友的性格 是属于那种 吵架的时候就不想理对方 那如果就是你试图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不想理你 你会怎么就是 我知道他的爱好喜欢干嘛 就会先暂时不看这个事情 就是带他去玩 带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然后等他稍微开心一点了 情绪好一点了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问题不解决 它始终是个问题 一直放着的话 肯定也不是个办法 对象相处的时候 你就是不喜欢对象就是身上有什么特性 就比如像性格之类的 就是有不喜欢的那种 是有 就是我不喜欢的一些的话 可能都是偏向于比较很窄 然后有很难 然后对于自己的生活的话 可能都没得规划没得打算 但是我朋友就喜欢打游戏啊 可这个不就是会宅在家里吗 没有打游戏跟宅在家里的话不一样 就是打游戏的话 他属于 他宅在家里 它是属于自己的一种体验方式 就是他会把自己心里面的 压力给释放出来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 我讨厌的女孩子类型的话 都是那种比较安于现状 就是能组那件事情 他就是他关都会 没什么上进心 对然后就比如像 刚才说到女嘉宾打游戏 他打游戏他不可能 就是一直在家里面 就是我一直打游戏 我不想去上班那种 就是他一直会安于现状的话 其实那种女孩子的话 没上进去那种 他慢慢会对自己的生活 就是没打游戏没得过的话 都会越来越难 我不想那种 其实我这个人也比较难 就比如说如果家里面很暖的话 我可能会心血来吵手试一下 但是心血来吵的时间非常少 听到说他很难 然后瞬间感觉都有点难以接受 因为我这个人 都比较喜欢干净的时候 看不得暖的东西 看到那种暖的东西的话 都会去想把这理好 但是平时因为我的工作很忙 就是我希望我在忙的时候 还累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 希望看到东西还是真切 如果看到孩子也暖的话 你想过程拖到一个 还累了身体去 收拾的东西的话 会感觉心里面会极其的不舒服 你真的是从来都不喜欢住家屋的一块 不太喜欢住 但是如果我有时候自己看不下钱了 我还是会住 那我觉得那个还好 那以后打不了住家屋的时候 可以拉到你一起住吗 好 谢谢你 就是刚刚在交谈当中 我比较满意 就是他回答我的一些问题 还有我朋友的问题 但是他说要拖到我一起住家屋 就很大老口 就是我以为他会回答 他帮我住吗 然后我能接受的范围 就是一个星期住一次 再多我就不能满足了 就是我的朋友好 他特别喜欢猫猫狗狗的 就是他如果以后就是 就是像一样猫啊狗啊的 就是加入好你不是很喜欢 你会和他一起养吗 喜欢养充物 但是又听到说他很懒 我真的有点懒意想想 到时候养的充物 哪个家会是什么样子 本来想的是 他如果能够赶紧点的话 两个人一起去打猎 一起去整猎 哪个家肯定会很好 但是如果说 没的人气高了一些的话 就会看起来很乱很烦 其实我也学猫猫狗狗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子 都是比较有爱心 然后猫狗狗一起学校儿子 就是说 需要一个餐室官 都是去打理一下他 让首先是让自己的嘉宾的更好嘛 然后刚才他提到不选择 加入其实我觉得累一点 两个人可以一起来 慢慢承担 这些事情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刚刚那个男嘉宾就是性格挺好的 然后会包容别人 然后也很温柔 然后就挺适合的 性格挺适合的 我觉得 通过刚刚第一轮的交流 感觉这个男生他挺有爱心的 就是我觉得他对我们的朋友 应该以后会非常的有包容 包容性 然后我觉得他们在一起的概念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女嘉宾可能太贪嗔了吧 第一次见面都说了那么多 然后把她的缺点都偷出来了 整体来说 现在给我的影响的话 就是真的黑板 对了 我说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为了回馈凡人有喜的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的支持和喜欢呢 我们从现在开始特别增设了一个有奖竞猜的环节 也就是说在每天晚上我们节目播出的九点到九点五十分 您可以拿起热线电话 拨打8805 8805 来竞猜我们当天晚上的嘉宾是否牵手成功 如果您预测对了的话 很有机会获得由凡人有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所以现在就赶紧拿起你们的电话 拨打8805 8805来参与竞猜吧 一轮聊天下来 闺蜜们很看好两人 但是两位嘉宾对彼此的好感度却降低了 此时两人的匹配指数降为50% 那经过相亲特派员的调解 能让两人对彼此的感觉回到初见一般吗 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最基本的肯定是家务这些相互分担 其实男的其实多分担一点没关系 但是女的肯定还是要做 共同吧 对 就是不可能一点都不做吧 那女嘉宾的这一点 目前自己生活状态里面这个家务是怎么样解决的 就可能有时候自己会做一下吧 就爸妈收拾吧 因为都跟父母在一起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单身的男女生 在家里的时候 父母都会忍不住的去帮忙 说实话 你能要在家里父母会帮忙吗 不会 都是自己休息 独立的比较早 看来可能女儿会宠一些 是吧 那父母在这方面 对你有没有要求 或者说对于另外一半以后 你结婚啊 或者谈恋爱了 需要他们有说过 找一个人来帮你就是做家务 这样他们才放心吗 因为现在还比较小嘛 还没有到结婚那个阶段 我爸妈还没有跟我说过 但是他们就是一直催我要学做饭 但是我一直都没去学 其实我们的父母呢 你看关键时刻还是非常清醒的 想着你以后得有自己的家呀 是吧 就算做的饭不好吃 家务可能收拾不太好 但得要做呀 不然我办谁管 对 所以还是要有这样的意识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打成公式的 对 两位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谈恋爱或说以后有家庭 有自己的小家的时候 是可以商量着来的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那就非常好了 两个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就放一边了 那么接下来啊 因为我一直看到你们俩 就是只是在语言上的一个沟通 受了那么多的兴趣爱好 一定要找个兴趣爱好共同 要玩到一起的 我们今天怎么着也得实践一下 才知道合不合适啊 两位是想刚刚说了游戏 说了运动 说了唱歌是吧 你们选一样两个人可以一起来完成的 唱歌吧 唱歌谁唱 女嘉宾刚才说她比较擅长的话就女嘉宾唱吧 甩枯水给你了 那好吧 那我唱吧 哦 我们女生很大方 但是我跟你讲不要饶了她 她甩过甩过来 你怎么着得把她一起拉下来 那就一起唱吧 那这样啊 一会儿看感觉 我们女嘉宾先展示歌好 好不好 你你邀请她 你也要自己跟着附和 可以 我觉得以三首歌这样 我们来个来个来个实现 三首歌 好不好 如果说男嘉宾没有跟上这三首歌 你 你就可以惩罚她一件事情 可以吗 可以 我怎么着 现在这样女生这边啊 那这个唱歌的地点 两位是在PTV 还是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就在外面吧 为什么就在外面 因为她甩锅给我 我看她今天比较内向 我也想让她出一下丑 想让她出丑 天哪 这难度加深了 那好 我也很想期待两个人 一会儿怎么样来表现 这个唱歌啊 好 来 我们准备一下 看找个地方 看哪儿 越宽阔越好 好 女嘉宾会找怎样的地方 来为难 柔转的男嘉宾呢 你怎么在这里干不干吗 你全都可以吗 都带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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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今天是女主场了 你先开始吧 好 一起长大的约定 那样清晰 大锅够的我相信 不会 好好吗 啥意思 走 从前从前 有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风渐渐 把距离吹得好远 好不容易 又能再多爱一天 还是不会 我感觉我只会高差 你把高差都藏了 好嘛 下一首 下一首 雨下正夜 活着海一处 就像雨水 原刺落叶 跟我的思念厚厚一跌 既既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你出现在我时的美业 刚才和女嘉宾浮动的时候 我觉得女嘉宾还是很棒 她说她喜欢唱歌 我觉得她的音响也确实很好听 但是由于我过程唱歌也不好听 但是最后一说过的时候 她还是带着我一起俘获 我觉得她还是很热情很大方 两位快过来 这边 谢谢 我们女嘉宾真的是把自己也豁出去了 你看这个小脸晒得多红 也亏你找得到这种地方 既是舞台 但是我这很晒啊 在太阳底下 然后人来人往的 就为了让男嘉宾出个丑吗 是啊 你看一句话把人家得罪了 千万不要得罪女人 有教训了吧这次 有 而且刚刚你看她出了三首歌 就最后那一首接上了 算输了吧 算 咱们输了也得认罚对不对 对 行事权力的时候到了 你看晒得脸都红了 女生现在最保护的就是这个皮肤 怎么着都得好好惩罚一下 来 做二十个俯卧车吧 也不知道你OK不 也不知道你OK不 就即兴的嘛 所以现在来吗 对啊 可以吗 这样 可以可以 那你给她数数 评判她的标准 好不好 好 不合格 你可以一直数 好 一直到女家 明满意为止 嗯 很标准啊 嗯 感觉很轻松 你是练了吗 没怎么练 就是因为年轻 所以这些都不再话下是吧 对 对于她的刚刚这 这个成发的表现 蛮不满意 挺满意的 挺满意的 心里这个圈顺了吗 算了 没有什么 还要再温暖他一下了 没有了吧 没有了 唱歌的时候 我以为他会选择 就是大游戏 结果没想到 他选择了唱歌 把我夹起了 只要他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但是在唱歌这个环节当中 我还是看得出来 他的性格还是很好的 比较有担当 除了也愿意接受惩罚 其实两位刚刚的那个互动 我觉得虽然是女嘉宾 有点出难题 但是我们男嘉宾 还是应和得非常好 足见其实自己也是有心 想跟女嘉宾互动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环节 就是快问快答 也让你们直面自己的内心 不加思索地回答出 我们出的题目 可以吗 两位 可以 好 来 都准备好了 一共有四道题 一人两道 来看看 女嘉宾先吧 很有绅士风多 我直接抽两个 抽两个吧 拿手里我们一起来看 好 我们还是女嘉宾先来看一个 父母对于自己的这个婚恋 有没有什么要求 家里有吗 爸爸妈妈 就是我爸妈大概希望我找一个门当户队的吧 就是希望有自己的一套房子 还有车吧 有房有车子就可以了 是吧 好 房多大 车多好 妈妈有提过吗 还没有提过 对于女嘉宾妈妈提的要求 我觉得是应该的 我尽可能以国内力量去创造房子和车子 我们看看你的 怎么看待婚前同居这个问题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对于同居这个事情就是得相当的慎重 因为除非两个人就是内心都比较坦诚 都非常坚定 对方就是要和自己共赴未来的那个人 那我觉得这样同居是可以的 因为两个人始终要结婚 就是提前体验一下婚后的生活 这样首先是两个人能够磨合得更快 对以后的婚姻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打下一定的基础 说得很好 大概时间上自己有没有一个想法 什么时间 就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多久了 可以步入到同居的那一步 有没有这种时间上的想法 两年以上的吧 两年以上 我还是比较赞同男嘉宾那个说法 我是觉得婚前同居是一个很有必要力 因为不仅可以更加地深入了解对方 也能很好的及时子孙 然后男嘉宾说的两年这个时间 我觉得有点短了 我希望三年吧 好 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先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要不要定时间见面 定时间出去玩 增加情感 你觉得有必要吗 还是不需要定想念就见 我觉得有必要吧 就如果大家都有空的话 还是可以一起出来玩的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可能不太喜欢规划 就是比如出来玩 比如出来玩我不太喜欢 比如说去哪里玩 我不太喜欢规划这些 自己不愿意规划 但是我可以去玩 对 是吧 不愿意操心的人 那如果说两个人要见面 谈恋期间 一周见几面合适呢 一两面吧 一两面就行了 因为自己也正在实习嘛 那万一没多少时间呢 以事业为重 咱们先 对于刚才李嘉宾说 一周出去两次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 工作原因 时间我觉得是不孤零的 一周 一次两次三次 或者是一周都不见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至于他提到的 都是出去刷 就是他不想做规划 我觉得有点不能接受 我觉得出去刷 是两个人的事情 就是哪怕来一会儿 我来的小会儿 你应该要参与其中 让两个人都要有那种 出去刷的一种感觉嘛 因为他对一种 小事情都没有规划 然后我觉得 在自己的自己规划上面 可能也不是很完整 来 我们看看最后一个问题 打算多少岁结婚 有想过吗 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 这个问题就没有固定的 就是真的是 在最合适的时间 遇到最合适的人 的话就可以考虑的 那个时候 当下都行 是吗 对 没有时间 现在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听 对对对 父母有说过这样的催你吗 没有 这个问题 也没有 看来没有家庭压力 就比较轻松 不好意思比较人同 男嘉宾说 你想结婚就结婚 不用规定一个年龄 因为 在来世界上 遇到 互相喜欢的人都不多 如果遇到了 和死留 就得死口 一切考虑了 好 其实刚刚我们这 快问快答呢 也是直接看了两个人 对于这个问题的 真实的一个反应 那么我觉得还需要 给一些时间 给到二位 其实现在应该不陌生了吧 不陌生了 那么刚刚这些问题 你们有没有 自己回答了 想不想听听 对方的答案 或者说有更多的问题 想要再深入地了解一下 我再给到两位 我再给到两位一些时间 再去沟通沟通 好不好 我们之后来做决定 唱歌互动后 两人明显对彼此 感觉好了起来 快问快答环节 双方的回答 也大部分让对方满意 此时 两人的匹配指数 升为60% 那接下来 两人又会聊些什么呢 两人的匹配指数 能否重回90%呢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大家好 冲青电视台翻译游戏 闲下互联服务中心 被入库当活动 现在天地开启 现在每个周末 我们来的都有 专门为80后90后 以及中老年的单身朋友 量身兵器的国中主题 联谊交友活动 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 每场参与人数报名 都特别火爆 非常多的朋友 在我们白日拖当活动中 完成了社交突破 想起成功 收获幸福 现在你只要是单身 怀着身边的亲人 朋友是单身 都可以报答 爸爸礼物 爸爸礼物 怀着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 保命参加 想扫描就别犹豫了 赶紧保命 加入我们 反人游戏吧 手机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游戏 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拨打8805 8805 还可获专业弘扬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精准定位 你的爱情 在重庆脱单就选 凡人游戏 幸福就在这等你 就是刚才你说的问题 就是出去刷 但是你是不喜欢去规划 出去刷的内容吗 还是你很讨厌 规划一些东西 我不是很喜欢规划这些东西 但是比如说 出来接一次面的话 也许我会在前面几天 我就想好 可能会想去那家 网红店打开 或者之类的那种 可能就是在出去刷之前 我就已经想好 要去哪里刷了 但是世界那些 就希望由你来规划 男生你能够说 我觉得你有规划 就在六条腰下来刷 就说明哪家肯定 有吸引你的地方 那个不叫美的规划 男生我不喜欢 规划这些时间路线 我觉得时间路线的话 肯定要根据我们两个来 指定嘛 我说的规划的意思 是叫做我们两个月后的时间 出去刷的话 刷一些什么类的 比如想吃饭那些 该吃得了什么类种 就是比如说出去旅游嘛 我会给你一个 大概的方向 但是其中的类伦 就需要有利来的 比如说 第一个地方去哪里刷 第二个地方去哪里 然后吃什么 然后煮到酒店这些 就需要由你来顶 但是那些东西 如果都在我来顶的话 我还难猜到你 心里面想来啥子 想吃啥子 如果我顶到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怎么办呢 我会先提前告诉你 我一些比较忌口力 但是我这个时候 我多半都不会忌口 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些 我觉得一些范畜的 细节的工作下 我还是很愿意去做 但是我不希望的是 假如我选择了 那一家餐馆或者那家酒店 然后你进去过后 你说你不喜欢 你也给我抱怨的话 我觉得都不会很大疼口 但是如果就是在 住那些之前 如果你问了我的话 我肯定不会后面 再来说满园之类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在规划 规划好了 我先提前问那边 我现在了解到的是 你刚才说你在词习 其实我还是想 更深入地了解一下 你对国家职业规划 你是想一直做 你现在这个字一直做 还是满是后面 做一个字也换一个字 做一个字也换一个字 先暂定打算的 就是做自己 与自己专业有关 如果以后有更好的平台 我肯定会去换更好的 那你目前的话 是相依之主还是对吗 对 因为暂时 还没有遇到什么 比较好的给予 那现在就是 你对你的字也规划 我想问一下 你是喜欢做工作 偏稳定的 还是说你个人喜欢的 偏稳定的吧 偏稳定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 这份工作稳定吗 目前看来挺稳定的 就是还是没有考虑还对吧 对 因为还暂时没有遇到 比较好的平台 就是对于刚刚 你说你同居那个问题 我还是比较赞同的 因为我觉得 婚前同居对于两个人的 婚后生活都非常重要 但是对于你的时间 我不太赞同 我是希望比如说 已经确定好老要结婚 到老要订婚的那一步 才说起同居这个问题 比如说今天 如果是四月份 车子的话 然后可能五月份 就会开始同居 我觉得你能够说的话也对 就是我刚才我所同居 就是两年一散嘛 就是首先是两年 就是肯定会了解一下 对方的脾气 行业 生活习惯那些 其实两年 三年都是多了一年 我觉得其实都无所谓 所以我还是比较 体贴女嘉宾的一个想法 就是时间都不是问题 只要是两个人能活得来 能相处得下 其实我觉得 怎么样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聊天之后 女嘉宾找到闺蜜们 她们又会给女嘉宾 怎样的建议呢 你觉得那个男生怎么样 我觉得他就是 回答的也很高 刚刚不是去做老游戏嘛 然后他输了啥也比较 敢做敢当 说韩族服务成就做服务成 而且也做完了 你还做得比较标准 然后根据他脾气 也还可以 然后就是 但是 但是他要脱去我做家 不就很烦了 然后 反正就还好吧 倒好倒不好你 你们给点解议吗 我觉得还可以吧 就你这样你说的 他就是在刚刚跟你相处的 那些表现出来的行为 都很 比较绅士 然后又很温柔 我觉得还行 可以试一试 两位闺蜜意见不一 女嘉宾有些摇摆不定 那此时男嘉宾又在干嘛呢 喂 哥 喂 喂 哥 听到不 哎 听到 那你啊 就是 想起碗了吗 哎呀 就是今天那个女儿啊 就是 她过手就是 她有点懒 然后身材也一般 然后颜色也一般 然后我就想问你一哈 问过那方面吗 就是 她说她不喜欢住家屋 然后 两个人在一起的事 又不是黑暗规划 然后相当于那种 反说的事情全部都落在 我老婆上来了 那个我觉得还是要老婆 那个女儿嘛 还是要练习东西嘛 还是要一起厨价 你不然一手撑到家 你那两个人 你也不住 他也不住 那个家那个吗呢 但是我觉得那个家屋 要是你两个人可以承担 但是啊 他确实黑暗 他又不愿意住 然后 然后平时生活当中啊 我说他的话 他可能不高兴 但是我不说他的话 我肯定心头也不高兴 那暗的话就算了嘛 其实我觉得啊 呃 身高啊 长下也都不错 反正找个个人 是的嘛 但是暗那个我觉得 还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 作为个人来说的嘛 还是接受不了 还是要找个稍微轻快点的 但是他的性格又非常的好 就是很温柔很大方 哎 这个性格很好的嘛 多少这个国师 是吗 你还是不能太难了 不然你还会 性格再好 你们都会有矛盾 知道吗 哦 要的嘛 啊 那我考虑一下嘛 好 要的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男嘉宾亲友给出反对意见 一开始匹配指数高达百分之九十的两人 此时只有百分之六十 最终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好 现在呢也是该到我们做选择的时间了哈 两位也是跟各自的朋友哈 家人聊了一下今天的情况 我相信你们自己内心应该有想法了哈 目前确定有答案了吗 两位 确定 都确定有了是吧 那我也说一下选择规则 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个舞台 就刚刚二位唱歌的那个地方哈 如果愿意选择牵手成功 就走向那个舞台 也意识着我们两个人都愿意哈 有一个新的开始走上人生另外一个舞台 对吧 如果说不愿意的话 我们直接离开现场就可以了 好吗 两位 可以 好 考虑一下 我数三二一之后 两位给我最后的答案 大家好 大家好 重庆电视台翻游戏 协下互联服务中心 白日拖担活动 现在天地开启 现在每个周末 我们来的都有专门为 80后90后 以及中老年的单身朋友 量身兵器的各种主题 联谊交友活动 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 每场参与人数报面都铁别火爆 非常多的朋友 在我们白日拖担活动中 完成了社交突破 想起成功 收获幸福 现在你正式单身 怀着身边的亲人 朋友是单身 都可以拨打 8805 8805 或者扫描 屏幕下方二维码 保命参加 想扫描 就别犹豫了哦 赶紧保命 加入我们 凡人游戏吧 手机扫描 手机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拨打8805 8805 还可获专业弘扬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精准定位 你的爱情 在重庆 脱单就选 凡人游戏 幸福就在这等你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为什么选择不成功 是因为 就像我朋友说的那样 他虽然 十号十号 他说的 太绵绵俱导了 就是给人感觉 不太真实 我不知道他是否 以后会做到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现在确实是 比较难 可能达不到 他的那种要求 如果我 我这几年 我可以 就是去迎合他 为了他 就是让自己 不能更难 但是我也不想让自己 以后都不开心 最终为他这么一切都成功 我觉得还是归咎于 一些原因吧 就比如像 他不喜欢规划 然后虽然 当时聊的时候 聊得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 那些事情 看似是小事情 如果时间长了以后 就是堆积在心里面 肯定也会很不舒服 还有都是 住家屋的事情 首先 他自己都是被 爸爸妈妈一直冲到了 如果说 跟他在一起过后 我觉得 他肯定 一失也难以接受 都是住家屋的一个事情 刚才终上两个原因 归结于都是 旅家宾确实比较难 因为我是一个 黑暗赶紧的人 都是我看不下去 我会去做 但是旅家宾又比较难 如果他又不喜欢 我去脸他 但是如果我不脸他的话 我不高兴 但是我脸他的话 肯定他不高兴 所以说语气 能够难消 我还不如不开始 看到两位离去的背影 其实不乏 我们都能感觉得到 还是比较坚定的 其实最后的这个结果 两个人选择牵手不成功 我是可以理解 而且表示赞同 其实今天他们两个人相处 一天下来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女嘉宾 对待自己的前一段感情 她是及时止损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今天 他也明确地表示了 要选择那个 就是自己 觉得合适 依着自己的性格来的 那样的一个人 不将就 我们的男嘉宾 其实第二次来 烦人游喜了 通过这一次的表现 我觉得他是成长了 没有像上一次一样 觉得有人对我好 我就将就着试试 不管其他的原因 但今天大家看到了 他其实有自己的要求 没有盲目地去选择 我觉得至少 在今天的相信构成当中 两个人都有成长的一面 就有收获 所以也祝愿他们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可以不断地成长成熟 面对自己以后的情感 可以有自己 更明确的一个想法 也祝愿他们 可以早日找到 自己的幸福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来参加 烦人游喜的话 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8805 8805 同时你也可以到 龙虎新一层二楼 烦人游喜线下 婚恋服务中心进行报名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烦人游喜 我们等你